我是Alfred Lone, 就是 The Watch Magazine 的出版人 我是一個80 後的年輕人 90 年代初的我在英國讀書 就跟著爸爸一起在英國的小集裡尋寶 2002 年, 在港大畢業之後 我投身了會計界 在 Ernst & Young 會計師行裡工作 並考得 ACCA 的資格 取得這個專業資格之後 我想試一試我自己的 Entrepreneurial skills 所以就決定和爸爸一起營運一本手錶雜誌 作為一本手錶雜誌的出版人 我非常高興可以和很多頂尖的品牌一起合作 也有機會飛去世界各個地方 跟他們參與他們的品牌活動 在過程中, 我明白到奢侈品 在市場裡的營運 而我自己最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令我身邊的朋友 明白什麼叫 Luxury Concept Brandon, 我也知道你很喜歡 Luxury的品牌 尤其是他們現在代理這個品牌也是 其實在你眼中, Luxury是什麼呢? 什麼是 Luxury? 其實 Luxury就是時間 我覺得其實 因為時間根本上是最 每個人都很缺少的一件事 但是所有的 Luxury Product 全部都是需要用時間 心機、心血去做出來的一件 可以說是藝術品 也是一個很個人化的一件事 所以你是很量身訂造 為了你而設 譬如一張床 平均可能都要用幾十個小時時間去做 特別是給你的 你每天睡得好一點 就算你不是睡得好很多 你會多花很多時間 精神去做很多你自己其他的事 所以這些就是 Luxury 其實在我眼中 Luxury就是很exclusive的一種產品 其實還有很講craftmanship 其實我看得到你的床褥裡面 都是很講handcraft 很講工藝的一種product 其實是的 就是床褥來說 如果講工藝來說 基本上我代理這幾個品牌 都是數一數二的 因為市面上其實大部分的床 都是比較是mass market 那些 我們的床其實 以它做床的時間 工序 甚至乎那個價錢 其實可能在正常來說 未必會覺得是justify It's only for the most discerning customers 如果你是想要最好的 最好 最度身訂造 最舒服的 你就會來選擇我們這幾個品牌 明白 其實現在這一兩年來講 可能luxury market in general retail那邊都是覺得有些困難 你怎麼看這個area 這個範疇 其實我覺得luxury market 無論是受到什麼大環境因素影響都好 當然會有些調整 但是我覺得其實應該是會站得穩的 因為無論在什麼環境都好 也都 永遠都有富有的人 富有的人都會永遠都會繼續消費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true luxury 永遠都會有market 也都永遠都會是stable的 我自己覺得 可能做sales的同事 可能要給多些心機 去跟customers溝通 可能以前他們就很簡單 去sales的luxury product 就是我進來 我要看照片 我要這件事 麻煩你給我 我馬上給錢 可能現在需要花多些時間 溝通去深究 去有個knowledge 關於product 他們才可以induce到一個sales 你同不同這個看法 其實我主要同意 我覺得以前那個現象 其實是不正常的 是 這個也是經常 我都會同一同事去說 以前不用怎麼sales 就可以買到東西 其實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 因為luxury 其實part of the part of那個興趣 那個process 其實就是學一下 那件事是怎麼去做 去欣賞那個craftsmanship 為什麼它這麼珍貴 為什麼它這麼美 這個其實是part of那個享受 我覺得客人 應該要有這種education 是啊 其實好像我們經常說bill 一隻bill老實說 tells the time 但是怎樣去tell the time 有多少proven 去做這個pieces出來 其實就是我們值得欣賞的地方 我相信蟲蟲也是很斯文 沒錯 沒錯 由於這個是我的節目 即我是主場 都沒有理由不跟Brandon說一下bill 可以介紹一下你幾隻你比較喜歡的手錶 其實我今天主要是第一三隻錶 都是我比較喜歡的 坦白說我還不算是草錶 所以暫時的錶 其實主要都是以幾個準則為主 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一些classic的東西 一些classic的款式 所以我選擇的錶其實都偏向斯文一些 很多時候都是皮帶 是的 這個第一隻錶就是IWC的Portuguese 很classic 真的很classic 是的 一個很classic的錶 也是我日常打得比較多的一隻錶 是的 我主要其實覺得這個很方便 亦都很容易看的一隻錶 是的 就是那個比較大 比較大 所有index都很清晰 是的 很清晰 還有這個7日的power reserve 我覺得很多時候 例如說出trip 都是比較方便 是的 有時候會放低一隻錶 睡覺或是十幾個小時 或者可能搭飛機 上半年的話 它真的可以走到七天 是的 所以非常方便 所以我旅行很喜歡帶一隻錶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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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隻就是Rollex的Datona 都真的選了皮帶 是的 真的選了皮帶 比較unusual Datona很多時候都是降大 是的 那這一隻Datona 我就覺得 都挺versatile 是的 就是一個很classic的款 很多朋友追捧 chronograph的功能 這隻錶都 第一 我相信這隻錶 我另外一個準則 就是那個Value 因為我比較重視那隻錶 譬如說 它可能可以放很久 十幾二十年 還可以retain到那個Value 所以我們investment的價值 對於我來說都很重要 是的 那這個錶 我會覺得日後帶 或者夜晚帶 都其實很適合 是 還有其實男女也可以帶 有時候和太太也可以 大家交換帶 是的 太太非常lucky 就是老公可以選一隻 這麼好的 讓大家unisex 喜歡的話 可以交換帶 也是可以的 是的 另外呢 就是我現在手上戴的 這隻 就是 Paterphilip Annual Calendar 那樣 我也是選了 比較classic 少少的 Color Traveler 都是一個 在我眼中 都是一個很classic的款 很typical 的Paterphilip 是的 Color Traveler 其實我也很喜歡 這個我相信 都是我下一隻 會去儲的一隻 OK OK 尤其是有時候去宴會 穿Dinner Jacket 那時候 戴呢 我覺得都會比較漂亮 是的 那這隻是一隻 年曆的標 就是Annual Calendar 的標 是的 沒錯 這個我也是很喜歡戴的 是的 我也是覺得這個 也是 都幾versatile 有時候 晚上穿西裝就行 晚上有時候去宴會 穿Texilo 都OK 是的 非常搭 很容易搭到一些 的Suits 或者是 日常上班 都OK 而且我比較喜歡 一些年曆的標 因為始終都有一個 complication 我們說手標 就是喜歡有些 complication 當然7-day power reserve 是一個都幾 complicating movement Chronograph 不用說 和Rorex 都最出名的 Datona movement 當然 一隻年曆的標 我覺得是有些 complication 得來 偏高 有些低調 Thank you 你說中了我 為什麼選擇這隻標 的原因 是嗎 今天就非常多謝 Brandon 在白亡之空 抽空 就跟我談談關於 他的business 他的background 以及最重要 就是我真的 能達到我的 對床褥的要求 多謝 Brandon 多謝 Anthor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今次和Brandon 做完訪問之後 除了對高級床褥 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外 還感覺到 Brandon做這個business 很有passion 對Luxury的了解 非常之深入 當很多人都覺得 市道是一般 他竟然有個 courage 去開這個 Luxury Bed Studio 而且生意還不錯 我在這裡 衷心地祝福他 生意精精日常 出發